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天起 周恩来就是党员 从1927年开始 他一直身处中共党政军最高决策机构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 直至1976年去世为止 在将近60年的政治生涯中 他亲身经历无数次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 他亲自参与了所有的这些斗争 在他亲眼目睹周围无数的达官险要 一个个在党内政治斗争风浪中丧失权力 丧失人身自由 乃至丧失生命的同时 他自己却不仅可以屹立不倒 而且还享有人民的好总理的美誉 周恩来是如何做到的呢 今天的美国之音解密时刻 为您揭示 1969年11月12日 中国共产党副主席 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 在河南开封的一间陋世里 孤独 凄惨的死去 死得无声无息 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 火化单上的名字写的是刘魏皇 职业一栏 写着无业 就在一年前的1968年10月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 批准了关于叛徒 内奸 公贼 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将这位中国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 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 永远开除出党 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份报告不仅宣布了 当时被称为党内头号走私派的刘少奇 政治生命的死亡 而且被当时对刘少奇的人身迫害 提供了合理合法的依据 在这次会议上宣读这份报告的就是报告的起草人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国总理周恩来 文革的时候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 周恩来是个什么态度 开始毛呢 并没有想把刘少奇一开始啊 就像九大的时候就是那么样子给那个搞死 一开始只是想把这接班人的地位给拿下来 那么从第二号人物拿到第八号人物的时候 周那时候还都是要保留的 因为毛的时候也讲嘛 刘邓都是人们内部有一个矛盾 1966年8月1日到12日 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 同时 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 由第二位下滑到第八位 不过 刘少奇还保留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的职位 毛泽东尽管在8月5日发表了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头直指刘少奇 但是他死后也曾经制止贴刘少奇的大字报 毛泽东在1966年八次接见红卫兵 刘少奇都参加了 11月3日那次接见时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还特别走到刘少奇跟前 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 在这期间 周恩来的确有保护刘少奇的言行 例如周恩来在1967年初 曾经告诫造反派说 不要揪人 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 刘邓陶是中央常委 我还得保 但是 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并不服气 听说刘少奇还和一些省事负责人商讨对付中央文革的办法 并且有意要和毛对抗 改组政治局 终于毛泽东下定了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所以毛泽东开始在历史问题上来做这个刘案 一旦定成历史问题 定成一个叛徒的话 那就是丢个矛盾 只有这样子才能对党内外有一个交代 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和非常及时的 随着毛下决心要抛弃这个刘的时候 周的态度那就变了 周呢当时是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 这个呢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呢 是在66年的这个五月政局会议的时候 打倒彭罗陆阳的时候呢 成立起来这么一个专门审查他们四个人 彭罗陆阳指的是当时被打倒的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解放军总参谋长卢瑞卿 中宣部长陆定一 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这个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 后改名为中央专案组 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 在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 专门负责高级官员的案件处理 权力巨大 最鼎盛时期的工作人员达数千人 该机构于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解散 周恩来生前一直担任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人 并且兼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 那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发生了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最后把刘案给搞出来 直接是在江青的指导下 但是周参与 而且周是在江青的上面 江青把材料搞出 材料搞出之后 要到周那去 周最后也那个政客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青阳 在周恩来与林彪一书中写道 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之后 所有关于刘少奇的罪证材料能否上报 都是由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决定的 没有周恩来的同意 这些材料根本上报不了 司马青阳还引述文革史专家王年一的话说 送给毛泽东看的 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 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物证 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 对毛要打倒的人 周恩来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 1968年9月25日 周恩来向毛泽东和林彪提交了 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我看的档案材料呢 是在刘万审查报告上送给中央的报告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 嗯 用周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四个人联名向毛林报告 周恩来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做了一大篇批示 他写到刘贼是大叛徒 大公贼 大内奸 大特务 大汉奸 真是五毒俱全 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没有这种大革命 怎样才能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的这样深这样广 据中共党史专家司马青阳在周恩来与林彪一书中透露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瑞说 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间 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 在销毁之前 中组部部长陈也平让我看了一个原属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 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 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 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 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继有四条 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 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 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 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 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 作为中央专案委员会主任这个角色 死刑 这个本身的话呢 我就是一种落井的下士 如果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很多污点的话 他审理刘万最后代表中央 做刘万的审查报告 而且亲笔写的那些话 这是他最大的一个误点 刘少奇的夫人 王光美对周恩来怎么看 在王光美刚从秦中监狱出的时候呢 他对外界很多情况不了解 因此呢 他的儿女们 就是刘元啊 刘平平啊 写过一篇纪念他父亲的文章 就这篇文章里面 刘少奇的儿女写的 说王光美说 总理你真好 这是在前半期 王光美不了解情况的时候 后半段 王光美出来之后 了解很多情况之后 我听说 意见就很大 那么九十年代 国内有一篇周恩来的电影 将周恩来在文革 王铁城主演 王光美全家拒绝观看 周恩来到底为什么 没有对落难的刘少奇施以援手 反而落井下石 其真实原因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刘少奇之死发生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 成为文革中最大的圆案 刘少奇被打倒后 林彪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 周恩来呢 周定人的组织纪律观念 非常强 党一旦定了什么样的事情之后 他也会去照办 那么做出什么决定呢 他会服从 所以呢 他在文革中 林一定确立接盟之后 周十分注意跟他处理好 跟他的关系 1966年 在中共决定开展文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毛泽东亲自拟定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 把林彪列在第二位 当时包括林彪在内 中共有五位副主席 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 周恩来主动提出 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 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 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 为此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的提及这件事 说林彪是活学活用 毛泽东思想最好 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 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1969年4月 中共召开九大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当时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 周恩来一口谢绝 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周恩来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说 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 而感到无限幸福 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 而感到很大幸福 他还修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建立朱毛红军的历史 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连长的林彪 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 他说 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 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 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周在写报告的时候从来都是毛林并列 每天晚上写到半夜半夜三更 而且多少年这么写下来之后 从66年一直写到71年 结果林彪写下来之后还有这么个小插曲 林彪已经摔飞了 周一晚上没睡觉 还是给毛林写报告的时候 里面报告写的是毛 信封上写呢 毛主席林副主席 比悟 吓得一身冷汗的 然后专门把他的秘书叫季东给叫来 说你看看我都犯了这么一个错误 以后你要替我来把关 信根本也没有送出去 但是从这事情你就可以看到 他已经都习惯了 蒙哥史专家宋永毅说 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 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 林彪当年的四大金刚之一 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 后勤部部长邱惠作的儿子 陈光曾经回忆说 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四大金刚和叶群 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和周恩来合作 这是他特地关照多次的说周恩来就代表我 林彪是中共打下红色江山的头号的功臣 但是他建国以后就闭门养病了 嗯 周恩利用总理的这个呃这个知辩的话呢 经常去看望啊 关照问候 周去看林彪去 这个林彪每次呢都要把周送送到大门口 也是表示一种对周的这种尊重吧 林彪事件之后 从毛家弯超出不少周和林彪之间的信件和照片 嗯 最后呢都被这个汪东兴呢送给周 最后周一把火都给都给烧了 在政治上周恩来和林彪曾经是盟友吗 两个人一文一武 共同支持毛发动文革 那时候呢江青的这个还没成气候 文革初期林彪和江青同属文革派 协助毛泽东斗倒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走私派 随后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事情时有发生 1970年8月 中共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 林江两派激烈对峙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波达 与江青手下的张春桥发生争辩 林彪在会上没有点名的批评了张春桥 引发全会对文革派张春桥的全面围攻 毛泽东没料到文革这么不得人心 因此被触怒 他后来说 他们名为反张春桥 实际上反我 这是毛泽东和林彪 这两个昔日的政治盟友反目 在这个毛泽东和林彪发生矛盾这个过程中 周扮演了什么角色 周呢实际上被夹在这个当中 被夹在这个 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 这两边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周呢还试图的话呢 霍西尼 但是毛呢 这个人他是这样子 不得罪人 一得罪人 得罪到底 得罪到底 开始是集中对陈墨达 陈墨达那时候最开始 还要保留中央那个北渊呢 后来是根本就 就是关到秦城监狱去了 然后 从他转到 荒乎叶里丘 敲山正虎 逼林彪出来那个 剑刀 但好像林彪并没有正式的做出检讨 对不对 没正式 毛对林彪之所以非常的恼火 之所以抓住荒乌叶里丘不放 就是因为林彪不检讨 林彪看得非常清楚 一旦检讨 事情就没完没了 就等于你说了理了 实际上呢 林彪在这个庐山会议上呢 没有 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他在庐山会议上那个讲话 不止民的点张中桥 事先都跟毛打过招呼他 两个人在这个小会室里面 开会前 哎 结果呢 没想到林彪这么一讲话 在全会引起的反响非常大 哎 所有的人 都说林副主席讲得好 包括的话呢 四方民军的人 这毛是非常看重的 许世友 陈锡连 嗯 在林彪讲话之后都过上去跟他九国手去 嗯 毛一看这么多人对中央文革 所以那时候张春桥也好 江青带着张桥姚文元8月25号到毛那块去 紧急求见毛啊 张瑶都下跪啊 大哭啊 据说把毛的那个酷腿都枯湿了都啊 周的本意的时候呢 希望毛林呢 俩不要那个就是就是缓了下之后呢 这样子我们可以共同的来搞这个经济建设 但是呢毛那时候的话呢 那已经决心要跟林彪要分到一样彪了 1971年9月13日 一架中国的三叉戟式飞机 在蒙古温多尔汉附近坠毁 机上包括林彪叶群夫妇 儿子林立果在内的八男一女全部丧生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3事件 至此毛泽东亲手扶植起来的第二位接班人 也被他亲手拿倒了 在林彪出世以后 周恩来对林彪的子女是怎么对待的 林彪子女呢实际上就剩一个林痘痘 林立衡啊 林立国那已经一块帅死了 对林立衡这个待遇上呢 前后是有一个变化 开始的时候呢 林立衡是住在玉泉山 而且呢中央文件说他是立了功的 对 但是非常快的把他就脸审查 林立衡呢最后压力大情况 最后呢那也就讲出 讲了好多林彪说毛的黑话 这句话也我觉得比较要害的话 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那样的人 你想想大家全知道嘛 这个叶群的指代谁 那都很清楚了 嗯 所以说林立衡的这个处境就是大坏了 那么林立衡在的过程中呢 给毛 专门给毛写过信 要求跟毛面谈 嗯 毛把这封信呢就批给了周 所以周一见林立衡 批头盖脸就是一句话 你个小孩子家伙 胡乱写什么呢 我都看不懂 你说那个林说毛的黑话 和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这种人 周看不懂 听不懂 他说他听不懂 913事件后 中国政坛发生了文革的另一重要事件 这就是一度被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二号人物的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的复出 按照官方的说法 周恩来发挥了很大作用 周恩来真的发挥了很大作用吗 并非如此 实际上恰恰相反呢 邓的复出是毛 用邓来制衡周的一朝起 林彪事件之后呢 这个周的这个势力呢 再上升 而且掌握实际权力 而毛身体又不行了 毛考虑的话呢 制衡周最好的就是等 在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同时 他对刘邓司令部的二号人物邓小平 却网开一面 1968年 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先后两次为邓小平讲好话 说不要开除党籍 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 在另外几个场合 在另外几个场合 毛泽东曾经几次指示 要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 并且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直接管理邓小平的事务 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 为日后重新启用邓 埋下伏笔 周恩来对待被打倒的邓小平 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行事 1969年秋 邓小平被发落到江西 周恩来事先打电话 给江西党政领导人 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 还对他们说 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 邓小平的女儿邓荣在回忆父亲的书中说 邓小平被送到江西的时候 江西省政府的办公室主任亲子接机 亲切地称邓小平为同志 说毛主席叫你来江西 我们非常欢迎 邓小平一家人在江西住的是 远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校长的两层小楼 被称为江军楼 邓小平在一公里以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 厂内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休息室 在下放江西期间 汪东兴还亲自帮助邓小平的女儿和儿子上了大学 913事件后 毛泽东在1972年1月再次明确表示 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是人民内部矛盾 8月14日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批示说 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 有战功没有屈服于苏修 于是 周恩来于1972年12月18日 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 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 1973年3月9日 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 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在同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大上 邓小平再次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是盟友呢还是对手 毛的如意算盘呢 是想用最开始是想用邓来制衡周 进而呢又想用邓来取代周 完成权力格局的换马 这当然主要是在周这个病重之后了 但是实际上的情况的话呢 没起到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作用 非常快的两周邓两个人呢 就成为一个盟友了 为什么成为盟友呢 我相信也跟当时的这个政治环境啊有关 因为林彪事件之后呢 那时候是江青这一派呢 一派做大啊 那么周那时候在朝里面呢 就他一个人 邓出来之后 虽然毛是想让这个邓来制衡那周 但是周呢也有意识地做了这个邓的工作 比如说邓小平从江西回北京之后 第一次见周到宇泉山去 周就跟他谈了关于张成桥的问题 张成桥是那个叛徒 主席不让查 这种话呢 按说以我对周的那个这个了解啊 周轻易不会讲这种话呢 但是他要看准了人 他讲这个话 等于这个话呢 也是跟呢 这个邓啊 是交心的话 也帮助邓来分析复出以后 所面临的这种局面 当然周和邓之所以结盟 也跟江青多多必人有关 不断地对邓发难 哎 结果把邓呢 也推到周的那个那一边去 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以后 还曾经考验过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态度 1973年11月到12月间 毛泽东为了压制周恩来 对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基辛格谈判中的表现 恒加指责 指示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 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 右倾投降主义 江青呢就把这个问题呢 就说成是 第十一次流行斗争 这个上纲上得非常高了 周这个人是你要检讨我就去检讨吧 所以毛一看最后也不想最后 把周给彻底给整化的 但是毛呢又想通过这个事情呢 来敲打周 所以呢 毛在选择邓来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 是大有深意的 深意是什么 就是通过这件事情来考验邓 考验邓这个对自己的忠诚度 第二 对周 能不能下去手 最后呢 邓就讲了那一篇话嘛 总理啊 你这个人呢 这个别人呢 跟主席呢都是渴望而不可及 你呢 跟主席呢是渴望而不可及 只有一步之遥 今后希望你注意这个问题 这警告他不要夺权 警告他不要有非分之想 其实这个事情呢 对周呢就很冤枉了 周的话呢 一辈子他也没有想过 要当一个第一号人物 但是毛始终对这个事情 放心不下 但是这个话呢 最后的话呢 通过邓的罪言讲出来了 而且呢 毛一直在观察着邓 邓是在政局扩大会议中 最后一个发言的 毛在这过程中始终问邦海荣 小明同志发言没有 还没有 又问 发言没有 没有 最后听说小明同志发言了 邓发言了 毛是非常高兴 就等于呢 在周邓之间呢 打了一个蝎子 毛泽东得知邓小平发言之后 高兴的说 我知道他会发言的 不用交代也会发言的 于是1973年12月12日 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 宣布邓小平 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军委委员 和解放军总参谋长 邓小平再次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圈 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 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 与邓小平发生了严重矛盾 使文革前关系并不密切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在文革后期结成了政治联盟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 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不仅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在他领导的中共南昌暴动中 朱德是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周和周的关系是很好的 周这个人是与世无争 而且他是资格很老 德高望重 周一般来讲也是很尊重他的 周又是周的革命引渡人 当年旅欧的时候周介绍朱德和孙炳文 就是孙美氏的父亲在德国入党 所以周跟周的关系是很人 两人相知是非常深的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 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阳反党集团 持消极态度 在会上唱主角的是林彪 林彪讲朱有野心想当领袖 还有一个人唱得非常高 陈毅 陈毅讲朱德想黄袍下身 完全是此虚无有 朱德实际上见过以后 长期复显在家里面 周恩来在批判会上是怎么表现的 周那个时候也跟着批 周跟林彪 陈毅所不同的是把自己给摆进去了 我在历史上我就一直是反毛 反毛的话呢 你朱德历史上你错误也非常多 你也是多次反过毛 你是中央的常委里面的定式炸弹 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 反对毛主席 还教训朱德说 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 可是你到处乱说话 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 你是不可靠的 是不能信任的 这个话负量也很重 那个会场上简直是个乱七八糟 你可以看到中共真正高层政治生活 是个什么呀 完全是个政治上非常的残酷 人性完全没有了 其实呢 周跟周的私交是非常好的 两人相知是非常深的 但是在会上也指着彼此怎么样讲 你是中央常委里面的定式炸弹 你就可以看到 所以共产党里面 讲党性啊 就没办法讲人性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政治高压 让大批党内元老不满 也深感自身处境的岌岌可危 这种积蓄已久的情绪 终于在1967年2月 周恩来主持的 华人堂碰头会上爆发出来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 率先发难 陈毅在这个大闹华人堂 这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 讲话讲的是最厉害的 陈毅讲到严安整风影射林彪 而且呢提到严安整风射击毛 严安整风的时候呢 是他们这些人最英雄毛主席 刘 邓 鹏 伯 现在历史证明那个怎么样 我们这些人都是挨整的 总理啊你就是挨整的呀 总理就不亢声就 事后张春桥和王立两个人 向毛去汇报 他们对了笔记之后 向毛去汇报 打得坏人的过程 毛一开始听呢 像听笑话似的 脸上还有笑容呢 但是王立注意到 就是当陈毅讲到严安整风的时候 毛的脸子变了 所以最后毛的话呢大怒啊 用江青的话讲叫 发无产阶级之震怒啊 就是说的话呢 你们你们的话还要翻炎整风的案 你们把那个王明 把张国焘 把刘少奇都给那个 请回来 哎 陈毅 你当文革小组那个组长 林彪我跟林彪 重新上山那个打游击去 周恩来和陈毅的历史源源 应该是很深了 两个人呢 早在红军时期就共事 建国之后呢 这个陈毅又是同在外交系统 是周恩来的这个左膀右臂 而呢 陈毅的话呢 是个性情中人 啊 豪帅 哎 这个这个 说话也幽默 因此呢 周很喜欢他这个个性 我我当时在周恩来研究组 采访过一些周的一些老秘书啊 说在国务院的一些副总理里面 就是陈毅跟周走动的近 陈毅经常是不请自来 到这个西华厅就串门去了 招呼也不大 像别的人 进这个西华厅啊 还都事先要 要打一个招呼 陈毅就经常就是 剁着步自己就过来了 所以呢 两个人关起来是不错的 毛呢 对整 陈毅呢 并不是像对贺龙 对刘少奇 对彭真 在政治上非要把他们给他剪除 毛那时候又缓和了 这不是六七年二月份吗 六七年五月一号的时候呢 又让陈毅他们上个天安门了 要表示这个团结吧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 陈毅在中国外交部受到批判 毛泽东当时的态度是 对陈毅既要批判又要保护 即一批二保 1967年五月一日 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特别安排陈毅 与毛泽东合影留念 毛当时对陈毅说 我是保你的 正因为如此 周恩来在保护陈毅的问题上 也勇气十足 毛自己说的就很清楚 当面跟周讲 点名了 陈毅一到你也就差不多了 所以在六七年下的时候 周的话是为了保陈而苦战 周知道他跟陈毅之间的关系是一损俱损 保陈毅就是保自己 因此呢周甚至一讲出 在人民大会堂 他们要冲 那个人民大会堂 救陈毅的时候 就外部的造反派 这样 我要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 你们要冲的话 从我身上打过去 与保陈毅的态度不同 毛泽东在贺龙问题上的立场 可谓一波三折 在文革前 贺龙是负责中共中央军委 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 与林彪不合 贺龙在中共军中的资历比林彪老得多 但是在中共党内和军内的地位 却在林彪之下 文革之初 林彪在军中发起了打倒贺龙的风潮 毛泽东开始并不以为意 他对贺龙的印象一直不错 因为贺龙在历史上曾经帮过他的大忙 延安时代 毛泽东与王明为了中共党内的领导权 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 贺龙站在了毛的一边 贺龙也曾力排众议 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 贺龙当年说 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 谁在议论我枪毙了他 毛一开始呢 也还是希望贺龙跟林彪搞好关系 所以曾经在八届十一中权位之后 要贺龙到林彪家去谈一次话 也就是说毛泽东开始的时候 并不想真正的打倒贺龙 他是说 如果你和林彪搞好关系的话 我可以一起再用你 结果两个人谈崩了 谈崩了之后的话 毛那时候就一个选择了 你是林彪 也是贺龙 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 两个人关系密切 中共南昌暴动中 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 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 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 是暴动部队的主力 文革之初贺龙落难 周恩来有心要保 1966年底 贺龙在北京东郊民巷的家 数次被抄 周恩来建议贺龙夫妇搬到北京西郊 为中共领导人修建的别墅 新六所去休息 然而 这时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倒向了林彪 贺龙的问题为什么会升级 和刘少奇的问题升级那是一样的情况 就当时形势所迫 在夺权之后军队开始乱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毛的态度那就开始变了 当周看到后来事情不简单的时候 他也开始保持这个距离了 中国的官司普遍的一种说法 就是说周恩来主动的保护了贺龙 贺龙呢跑到这个中南海 周恩来的西华厅去避难 周恩来呢把他主动的给藏到那个地方 避免他被冲击 这个事实是这样吗 恰恰相反 这个贺龙到中南海西华厅去 是不请自来 贺龙被赵王派揪的是东躲西藏 在新六所也就不 所以贺龙一看干脆回家算了 等着你们去揪我去吧 结果他们两个人坐着车 从新六所就是万寿路 回到他们家 他们家是在返地路 这个过程中经过中南海 薛明说你看看 咱们当时到新六所也是总理让他们去 咱们要是回家 也给总理打个招呼吧 就这么着去了 所以说是不请自来呀 到了手里面之后 周当时不在家 周的秘书周家鼎在 马上跟周恩来报告 周一看既然来了 那就在这住下来吧 所以在贺龙住下来的这个过程中呢 在生活上周主要是邓超 对贺龙夫妻是虚寒问暖 但是政治上绝不谈任何话题 但在后来的时候周恩来把贺龙给送出去了 根据中国官司的说法 对 他是把他送出去了 送到西山去军队里边去保护起来的 这是事实吗 对 林彪那时候呢 也给周去打电话去 让周交人 在这种情况下 周就代表中央和李福春一块找贺龙叹话 等于就是宣布对贺龙隔离审查 话说的比较委婉 我啊送你到西山象鼻子沟去 那是军委前职啊 送你到那去 需要一段时候 秋天的时候我接你回来 嗯 实际上啊 就把他给正式隔离了 开始的时候呢 周还曾经派过杨大中看过 贺龙呢 还真信周这句话 每天在西山那个前职那一个人也没有 就看着通行山一条小路 只要上来一辆车呀 就看是不是总理啊 来接我的 来接他来了 嗯 结果就到了这个秋天 也就是六七年的秋天 实际上呢 贺龙呢已经被正式离案审查 1967年9月 林彪的妻子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 提出专案审查贺龙 周恩来表示复议 审查报告就是周写的 审查报告又是他写的 对 嗯 因为呢周的曾经兼任的话 这个贺龙的这个 这个专案审查组的组长 周恩来还在贺龙的审查报告上 写下了数百字的批语 大骂了贺龙一通 周呢对贺龙的问题呢 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 时保中气 开始是保的 后来气了 那么这个同样的情况 他是看毛的脸色 1969年6月9日 贺龙病逝 不到两年后发生林彪事件 毛泽东说 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 周恩来听了 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 让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 1975年6月9日 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 在北京举行 周恩来此时已是病入膏肓 当人们劝阻他不要出席时 他说 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 我不能不来呀 他不仅亲自直到此 而且据说 向贺龙的遗孝 一连鞠躬七次 还哭着对薛明说 我没有保护好他呀 薛明 对周恩来有没有什么评价 这个呢 也跟王光美情况 那是一样 开始刚一出来呀 以为这就是林彪啊 四人帮啊 迫害的 后来聊情况多了之后啊 知道周在这里面 也扮演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呀 嗯 所以呢 薛明后来对周也是有非议的 薛明在这个文革之后啊 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一个讲话材料 就是讲他当年跟贺龙怎么样子 被迫害的 嗯 流传的非常广 其中讲的什么呢 贺龙那时候连 在山上啊 水上不去啊 连水都不够喝 他们只好接这个雨水喝 嗯 而且呢吃饭的话呢 营养也严重不足 所以贺龙是个糖尿病人 食物饱之后就到处就发颤 血压高 所以最后呢 恶化 走走路 就倒了地下 沟图 结果在最后的时候 明明是严重的糖尿病人 还给他打血糖 就这么样的死的 周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 嗯 当时各个专案小组都定期向中央文革碰头会 汇报被审查的人 思想 生活 身体情况 也就是说 贺龙当时的残警 周恩来应该是知道的 不是所有 但是基本应该知道的 周在文革中啊 不是什么人都保 他首先要看毛的脸色 第二呢 他要看不得罪林彪不得罪 江青在毛林江甚至包括康 这几个人之间 哪一方都不得罪的情况下 找这个评点他去保人去的 如果得罪了其中任何一个人 他不坑声了 对于毛泽东有意要保的人 周恩来会坚决贯彻执行 正如周恩来在文革初期所说的 主席领导我们 要我们做的 没有别的话好讲 我保了多少人 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 但我还不是保皇派 我奉命保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迄今为止 我们在史料中还找不到一例 毛泽东要打倒的人 被周恩来保下来的势力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 刘少奇 朱德 陈云 林彪 邓小平 陶柱 彭德怀 高岗 陈伯达等 与周恩来同时代的中共领导人 或遭到清洗迫害 或被打入冷宫几乎无一幸免 唯有周恩来可以像毛泽东一样 始终大权在握 全身而退 我是李肃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